天津日报大厦闹鬼这个事 并不是什么秘密 几乎是大部分的天津本地人 或多或少你都听说过 据民间传闻 在日报大厦死供的时候 有一名女工不小心就从高处 手就趴下就掉到了 就正在浇灌的水泥坑中 结果你就埋在了那里 这个事啊 是真是假 我们无从去调查 或许只有当时在施工现场的人 他太知道 后来大厦建成了之后 也没有什么灵异事件发生 可是过了几年之后 就发生了一系列的诡异事情 最开始你是一个清洁馆 晚上你把大厦咔咔扫得溜干净之后 你就下板了 可是当那第二天早上 打开大厦门一看 满地全都是烟头 这头天晚上明明打扫得干干净净 这大厦晚上里头也没有银 你说这烟头哪来的 当然了 这样的小事并不能引起大伙的注意 开始引起烟注意的是 两个保安 桌垫体到14楼 一打开门 门口就有一个女人直高高的顶着他俩看 当时给两个保安都下毛了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电梯的应急等爬叉一散 眼前的女人你就消失了 可把这俩保安给吓坏了 4号你这保安就去调监控 结果你在监控里就没看到什么女人 而且你在监控中你发现这个应急等 当时是散了两下 可是他们俩就看到了应急等散了一下 你说这晚上让他邪乎 这个事发生之后 其他的人也紧张在大楼内看到这个女人 于是这个闹鬼的传闻就从此传开了 水泥里埋着尸体的事也延迟传开了 除了这个女尸之外 据说这大厦的风水也不好 它处于这五条路的一个交叉口 有人说这是轮回日地 死去的亡魂都会聚集在这里 还有人说呀 大厦这个整体的造型 就像是一个灵牌似的 就正面的三个人旗杆 就像散出西洋一样 后面的那个夜刷车件 就好像一个盗放的馆柴 从这个空中啊 就是俯瞰那个夜刷件 正是一个五行八卦的造型 据说这个造型啊 是后来呀特意设计的 就大家有空 你可以自己去看看 到底像不像灵牌呀 到底有没有这个造型啊 自己一看便知 还有就是啊 这个大厦门口啊 原来有两个石头做的死子 有一天呢 这两个死子啊 就躺眼泪了啊 后来你这两个死子 你就被挪走了 好人说呀 大厦的老总啊 特意请了高人 说高人这个指点呢 在门口你盖了一个透明的玻璃造型啊 就有点像那个金正塔造型似的啊 中间你还挂了一个花篮 花篮啊悬孔 四照你还放了很多的植被 不过这些你好像都不太管用 有一位高人所呀 这里的女鬼呀 已经有道行了 想要彻底解决这件事吧 你必须把她的尸体给挖出来 然后好生暗仗才行 否则呀 难以安宁 当然啊 咱以上讲的这些啊 都是一些民间的传闻 那么这一项到底是什么呢 咱们呀 也不知道 反正不管看啥事吧 还是要用科学的角度去看待啊